感性之后的理性 艺术家希望能够透过画作 呈现自己的压力 艺术家吴嘉勋的作品 融化在感性之后的理性 以强烈黑白的层次内化 心中的情感和欲望 用柔软有生命的花作为述说 将水墨画用现代的方式呈现 赋予水墨新的创作方式 很多人都会问一句 这个是水墨吗 那其实水墨的定义有非常广 不论是在 已经不只局限在美彩上面了 所以在我的作品当中 我会去使用一些复合美彩 可能会使用水性颜料 或者是一些广告颜料压克力 或者是一些彩色铅笔 然后复合在里面 可是我想要用的是一个水墨概念 是一个处于一个 永恒的世界当中的花朵 它虽然看似是被保存在这里面 可是它是脆弱的 下一秒可能会枯萎 可是它又被保存在这个画面当中 它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这是那时候 我对于自己未知的状态的时候 所转换的一个情绪 以画作来呈现世界带来的压力 将欲望融合在创作当中 欲望是一种驱动力 可以让我们不断地往前进步 也是烦恼的根源 很多事情都是必须要有界限的 只有学会知足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 时放新闻规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光 谢谢vat' 请不吝点赞光